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先锋君 要说海贼王里除了路飞这一传人,我最喜欢谁 那绝对是特拉法尔加罗 这个冷面傲娇,华人心甘的失小伙了 罗的受欢迎程度曾经把索隆几下万年老二的名次 荣登排行榜第二名,仅次于路飞之下 其实两年前在乡坡地群岛的时候 罗初次登场人们对他的印象并没有很深 反而他身边的背波开始长人气 软萌大雄形象迅速俘获人心 毕竟当初接连介绍11个超新星 罗肤色苍白,有点常年睡不醒的病态样子 一开始并没有多引人注意 以至于他的人气开始上升,也是在顶上战争之后 他不顾危险,挺见马尔泛多,救卢飞的迷惑行为 到现在也让人津津乐道,不想联翩 按照惯例,我们还是来捋人物故事线 现在关于罗的过去和他集中表现的段落已经结束 我们完整地看一下这个人物 其实罗小说家境相对因时 一家四口生活在北海的白镇,平静而幸福 他的父亲是医生,自己也是个医学方面的天才儿童 母亲温柔,妹妹可爱,其乐融融 这个国家看上去一片祥和,人均GDP偏高 是因为这里盛产一种叫做破千的金属矿 卖价很高,这就像作用金矿煤矿和石油的国家 条件绝对不会差 但可怕之处在于,世界政府隐瞒了破千矿开采的风险 这种矿物质在开采出来后会让人患上破千病 一种慢性发作的疾病 并且会时代代相传 导致白镇的国民寿命越来越短 到了罗这一带 可能孩子们还没长大就会发病死亡 结局可想而知 相当于整个国家都会灭亡 破千病本身没有传染性 只会让人的皮肤和头发逐渐变白 最后全身剧痛 从病症表现上还有点像白化病 但世界政府不仅隐瞒真相 还让邻国和世界认为这是一种传染病 导致白镇人们逃往别墅求医 反被当成传染员遭到射杀 终于爆发了战争 白镇的修女保护着孩子们 相信了士兵说的会放她和孩子一条生路 可是没想到政府为了彻底掩盖真相 开始无杀别屠杀这里的居民 罗回到家看见倒在血泊中的父母 而妹妹所在的医院已经被大火吞噬 再去找修女和小伙伴 发现他们被军队悉数射杀 整个国家生灵涂炭 罗的内心此时对政府和海军充满仇恨 他陷入了极端绝望 这导致性格上的扭曲和反社会人格 知道自己只能活三年的罗 现在一心想报复社会 他给自己浑身铲满炸弹来找多佛朗明格 要加入唐吉哥德家族 明格自己也是个童年不幸的反社会分子 听到罗要毁灭目之所及的一切 觉得这孩子有前途 是个值得利用的人 明格此时在满世界找手术果实 想要长生不老 但代价是果实能力者也会丧命 他答应让罗加入 提出让他在三年内 找到可以治愈自己的手术果实 实则是为了牺牲罗的性命 帮自己实现长生的目标 性格暴彼极端的罗 开始拼命修炼自己的战斗能力 发誓要毁天灭地 让全世界给他陪葬 可此时让他生命出现转折点的人出现了 那就是多佛朗明格的弟弟 克拉松 克拉松初次见罗就把他扔出屋外 我理解他不希望明格伤害这个孩子 他其实是海军卧底忠孝 折服在明格身边有重要的任务 但是罗却对他怀恨在心 试图刺杀克拉松 他没想到克拉松非但没举报他 还排除了他的嫌疑 就这样 罗在明格身边待了两年 他无意间向巴巴勒说了 自己名字中有地的事情 结果被克拉松拉进小巷子里警告 这种事不可以随便透露 其实在克拉松眼里 他那个哥哥就是怪物 自视为天龙人的高贵血统 对传说中神的天敌 地之一族可谓生物痛绝 傲娇的罗虽然把这话听进去 但偏不说一句好听的 还要告发克拉松装哑巴的事情 此时的罗内心开始起了变化 他还有着一点底线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所以只是诈呼克拉松而已 后来克拉松不顾一切 带着罗四处求医问药 想要帮他治好破肩病 但是医生看到罗身上的白斑后 连碰都不敢碰 被人歧视的样子让他更加受伤 一次次遭人别人冷眼和打击 按他之前的性格 愿意好端端坐在那里给医生看 就是对克拉松的信任 以及抱着一点小小的希望 现在这一点希望也被打碎了 克拉松更是生气人们的无知 烧了鄙视罗的医院 扬言要杀光这里的人 替他打抱不平 温柔的克拉松对罗的遭遇于心不忍 夜里不禁难过道落泪 假装睡着的罗内心受到极大震荡 记得当时白震的修女告诉罗 世界上没有绝望 充满慈悲之心的救赎之光 一定会降临在我们身上 克拉松的爱就是罗的救赎之光 他终于相信 世界上还有人在乎他的死活 生气的他遭人冷眼 于是罗开始叫他克拉先生 打开了心扉 真正接受了克拉松的善意 重新看到了活下去的意义 紧接着 明哥突然给克拉松来电 告诉他已经找到了 能够医治罗的手术果实 并且他想让克拉松来吃这颗果实 我们知道 克拉松一直在唐吉各泽家族装聋作哑 除了罗之外 没人知道他其实有果实能力 一个人只可以吃一颗恶魔果实 这是世人皆知的 明哥这一举动让人毛骨悚然 如果他怀疑克拉松是卧底 那么让他吃果实就会暴露 或是另一种可能 他要牺牲亲弟弟的性命 让自己长生不老 直接暴露身份的克拉松 与战国通电话 确认了唐吉各德成员 在三周后抵达北海的交易地点 海军已会在附近的岛屿埋伏 要借机剿灭唐吉各德成员 从罗加入唐吉各德开始 过去快三年 他的病情开始恶化 于是克拉松带着罗赶到交易地点 他单枪匹马抢到手术果实 但在赶回罗身边时 被追来的海在连射树枪 筋僻力尽的克拉松终于回到罗身边 让他吃下果实 但同时也身受重伤倒了下去 克拉松将可以拯救 德雷斯罗萨的重要情报交给罗 拜托他去找海军 一定要拦下明个的恶行 在抵达这里之前 发烧虚弱的罗 问克拉松是不是海军 知道他讨厌海军 克拉松撒了谎 否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罗其实已经知道了 但他依然觉得开心 因为有人在乎他的感受 就在此时被明哥安插在海军中的间谍 维尔哥拦下克拉松这份重要的情报 如果当初消息重达 德雷斯罗萨的悲剧也许不会上 这一场无间道 真是看得人抓肝刀心 当年两手伟和花载 也没让人这么心疼 已经重伤流血不止的克拉松 又被维尔哥一顿殴打 连身份也被揭穿 虽然最后侥幸从维尔哥手里逃走 但是明哥已经发动了鸟笼 又将岛上所有人灭口 克拉松知道明哥不会放过他 他要用自己的死来换罗一条生物 将罗藏进箱子后 他露出了一个傻乎乎的微笑 对罗说 我爱你哦 随后用寂静果实能力 把箱子的声音隔绝起来 说实话 这一段我不知道怎么看完的 心都在底下 多付了明哥真是灭绝时代的后裔灭绝太郎 他朝奄奄一息 克拉松连开树枪 打死了自己的亲弟弟 但是为了不让箱子里的罗被发现 克拉松死成到最后一口气 让寂静的能力再多保护他一会儿 当年罗第一次得知 克拉松是寂静果实能力者时 嘲笑这个能力弱小无能 看上去一点用处都没有 可现在正是这个能力 让他在箱子里大声痛哭 也没被发现 保住了性命 很多人都在讨论 克拉松照顾罗的初衷和原因 看似原本对立的两个人 却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 我想对罗来说 克拉松给了他活下去的动力 让他对这个世界重燃了希望 虽然他们互相温暖的时光短暂 但是足以照亮一个人的一生 而克拉松也许是从罗的身上 看到了某种被命运束缚的痛苦 映照到了自己身上 还记得在德雷斯罗萨事件最后 罗来到战国面前 他说自己 就是为了替克拉松讨伐民歌而活到现在的 他认为当初克拉松保护自己的原因 是因为他名字里有地 战国去严厉地跟他说 不要应给别人给予的爱加上理由 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地记着他 克拉松一定希望你自由地活下去 所以我们也不用过多纠结于 克拉松对罗付出的原因和目的 善良温柔的人对另一个人的爱 并不需要按一个特殊背景才可以 和地无关 和命运无关 只是悲悯之心让他迈出第一步 随后便是一生的羁绊 回到主线上来 罗艰难地活下去后 这些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韦田有公布过罗童年的后续情节 也是官方小说中描述过 他遇见被波 下棋 佩金 这些红金海贼团最初成员的情形 关于很多人说罗和团队不亲密什么的 我真是听不下去 海贼王只有一个主角 当然展现的是陆飞遗传人的团结友爱 也不能就认定罗不爱伙伴吧 在香波地群岛时 超级金们悉数亮相后 很快发生了马林泛多的大事件 罗此时在香波地群岛看直播 罗看得正热闹 直接黑屏了 于是当即决定去看现场版 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他当真就开着自己可可爱爱的黄色前春艇 去战争主窥场 虽然知道罗背负着身受大恨 看上去冷不不讲情面 但是这船 这行头 还有他的船员 一个个看上去软蒙有爱 就连佩刀上还裹着毛绒花边 其实怎么看都没有外界船的那么残忍 并且为了达到推翻多不了民歌的目的 送了一百个海贼心脏给海军 于是成就了七五海 这里我就不得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罗可以取人心脏 还能让两个人交换心脏 但这都不会置人于死地 心脏被他取出来后 像果冻一样被包裹着 长得都一模一样分不出你我他 只要不给捏爆刺穿 都可以胡不乱跳 那给海军的一百个心脏 谁知道是不是海贼的 就是找一百个动物心脏交过去 也不知道真假吧 所以这里真是有点拉低海军智商 不过罗本来就是一个谋士形象 只要达到目的 又什么计谋都没毛病 也就是因为他看上去心思沉重 大家开始猜测他敢去战胜现场 置身于危险中 就陆飞的举动 是不是有企图 我们想啊 战国说名字里有地的 一般都会好好隐瞒 不轻易暴露 艾斯和罗都小心意义几乎不会和人提起 陆飞是怎么做的 不管跟谁死我介绍 敌我不分就说 我是蒙奇帝陆飞 所以很多人盯上他 对于罗来说 虽然不知道地的真实含义 但是多少感觉到这个名字的与众不同 所以如果找人来做海贼联盟 又能帮他实现打败民歌的目的 而且好掌握的 肯定首选陆飞啊 我不能准确地说 罗救陆飞就是为了以后让他跟自己结盟 但具体的发展 让人感觉这多少有些许联系的 随后就到了庞克哈萨德的篇章 罗开始成为常驻嘉宾 直到现在几乎快变成一条船上的人了 陆飞对人的过度信任 常让人担忧 于是他不加思索地答应和罗结盟后 罗宾委婉地表示 这决定是不是欠考虑 要说罗真想害草帽团 我是没看出来 可他被陆飞这伙人带的人设崩塌 真是显而易见 罗在庞哈萨德的目的 是为了调查凯撒的研究资料 老间巨华的凯撒为了防止罗叛变 用秘书莫奈的心脏和罗的心脏交换保管 随后的发展让他速步机防 来到岛上调查的斯莫格 想进研究所被拦在门外 正当他们周旋的时候 罗身后突然冲出 打算营救研究所孩子的草帽一伙 前有狼后有虎 罗前后开工 把斯莫格和达斯奇的心互换 又把草帽一伙四人互换 顺便就圆了山志一个梦 随后他见到陆飞 便对陆飞的热情 罗只是冷淡地说 自己两年前救他 完全一时兴起 接着便提出跟他联手打败四皇凯多 天真的要求 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行事 但是让陆飞按照计划行事 明显是不可能的 纳梅等人也再三提醒罗 他想象中的结盟 和陆飞脑海中的结盟 肯定不是一回事 对单纯的陆飞来说 就相当于是交了个朋友 此时罗只不过是想要 达到自己报复明哥的目的而已 接着他两次对战维尔哥 第一次被他超强的武装色打伤 结果跟陆飞等人一起 囚禁在海龙石中 脱险后 斯莫格和维尔哥 这个海军里的间谍大打出手 罗加入战斗后 夺回自己的心脏 并将维尔哥拦腰斩断 这还不够 他把威尔哥大卸八块 绑在即将爆炸的中心位置 可算解了当年他重生克拉松的恨 之后的一切 基本按照罗的计划进行 他们成功绑架了凯撒 掐住了明哥的痛处 就此威胁明哥退出王下七五海 才换回凯撒 可是在到达德雷斯罗萨之后 又被摆了一刀 这里罗展现了出色的谋将风采 他把人按能力和目标 分成三组行动 手传的小组 破坏工厂小组 以及拿凯撒去交易的小分队 可是当他知道自己被明哥欺骗时 已经为时已晚 陷入了和明哥与疼苦的战斗中 一个果实觉醒的明哥 加上海军大将 亦是被打得措手不及 但他 无论如何都不打算把凯撒交给明哥 因为他知道 没有凯撒 明哥给凯多制造人造恶魔果实的事 就进行不下去 凯多势必会找明哥麻烦 于是他司机用果实能力 将凯撒转移到桑尼号上 自己和明哥缠斗 拖延了纳梅等人逃脱的时间 接着 他被一路打到城内 明哥朝罗连开三枪 正好被身处竞技场中的陆飞看到 急得要去施救 其实这一顿被暗在地上摩擦 也是罗伪装的 他一开始并没有打算亲手干掉明哥 而是让他与凯多交恶 然后被暴怒的凯多干掉 但是了解了这个国家的遭遇 又目睹明哥的暴行后 陆飞当然就炸了 不打败明哥不罢手是绝对的 这场局战中 罗和陆飞那一场偷天换日的打法实在漂亮 在决战开始 刚被子弹击中时 罗用屠宰场避开要害 然后趁机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入墓 包围整个王宫 随后装死将自己与其他地方尸体互换 等到尸击成熟又换回来 悄悄告诉陆飞下一步行动 两年后的陆飞除了长本事 多少也长了点配合别人的耐心 他顺利地进行罗的障眼法 冲向明哥 然后用屠宰场与自己互换位置 罗拼尽全力使出 伽马刀和心脏休克 对罗造成重创 很多人也说 陆飞能最后打败明哥 多亏了罗之前的攻击起了效果 这个我也是认可的 后来罗断掉的手臂 让东塔塔小人缝合好了 真是再好不过的结果了 屌岛事件后 罗和陆飞搭乘草毛团 脑残粉巴托的船抵达左屋 成功和伙伴们相遇 众人在猫腹蛇老大的居住地贵河 并且得知了山池的情况 又得知了关于拉夫德鲁 和历史证文的线索 罗在陆飞的号召下 与皮毛族结盟 开始了讨伐凯多的篇章 何之国篇目前刚准备开战 但是我们看到罗的表现依旧不俗 他三番四次在陆飞索龙等人 横冲直撞惹过时挽救局面 显然罗慢慢改变了态度 毕竟陆飞是个神奇的人 总是能打开别人的心扉 罗是一个相对闭塞的人 他习惯性封闭自己免受伤害 跟陆飞在一起后 被带的画风突变 常常被迫做一些杀雕的事情 成了高光笑点 有人猜测罗是伟田安排给陆飞的续命良药 说的有头有脸 首先是陆飞平方开二挡减兽 再加上在推进城和井上战争 被伊万科夫打过两阵 也减兽 加上每一次陆飞的决斗 都是打到筋疲力尽站不起来 所以大家减来减去 觉得陆飞大概和罗一样短命 但是罗的手术果实 可以让人长生不老 这顺理成章就结上了 我虽然觉得这个说法不靠谱 但是仔细一想 如果是测定情形发生的事 那也不是不可能 罗好端端的当然不会牺牲自己 给陆飞当药引子 因为他明确表示过 也是想得到one piece的 所以可能在他身负重伤 得知自己不行了之后 会把希望寄托在信得过的陆飞身上 让他继承自己的意志 去到拉夫德鲁 不过这种说法也很勉强 陆飞的性格 应该是不会接受这种做法的 我还是保持中立吧 短期之内 罗和陆飞一定会携手打四皇 他们与凯多势必一场古战 而且罗的战斗计谋 显然可以紧张听花 期待他在和之国大战中 可以有不俗的表现 我是先锋军 咱们下期见